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不能再贊一次這兩隊的技術 真是好球,不能贏輸 看見在座的球迷真是賞心結武 兩隊都好球,真是好球 大家都覺得這場賽事精彩 接下來港隊的領隊,冠詠儀 又是這時候想跟大家拜拜聯 交給他 現在站在我身邊這一位,就是港聯的其中一位領隊 冠詠儀先生 寬先生,不如跟觀眾拜個年 首先祝各位萬事勝義 身體健康,心想事成 今年的賀瑞波 以我所知,為了想港聯孔賭杯 你們是出到這個重金政策 今年的獎金是50萬 我們都希望港聯這群球員 今天會有好好的表現 包括在決賽,然後獲得冠軍的話 希望大家都開心 那其實對於未來的猴年來說 球市的期望是怎樣 我希望球市會越來越好 香港的經濟都越來越好 那這個我看都一定的了 祝人知一句 今年,猴年,完全是好過好過去年 恭喜恭喜恭喜 好了,看到雙方球員出來了 挪威就出來了 這個是科迪莊晨 上半場入球球員 他是29歲 在洛珊堡效力 有一米八八高的身材 應該剛才入球 跟他身高當然有關係 而另一方面 交球給他的蘇聯神 那個球開得 落點漂亮也是一個關鍵 教練就是夏里迪 石炸他 他生生盛盛 教練第一場的賽事 第一場帶隊的賽事是入球 而他在隔壁就跟老大哥 夏維廢奧在這裡聊天 夏維廢奧上半場的表現 大家看他連過三關 接著是中柱的合球 可以看到他的功架 年紀雖然大了少少 33歲 但他亦都在挪威的足球歷史上 他有輝煌的一頁 曾經在98年的世界盃 決賽中獲得入選 再看回瑞典的球員大部分 我比較關注瑞典下半場 會不會有換人 因為上半場面 看到他的中後場表現不錯 但前面始終是差一點 見到阿蘭志在這裡 他們始終都是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高大的中空 或者在前面揣腰性強 經常見到史高志在前面 這位 史高志雖然是瑞典的神射手 但問題是今天看前面 他似乎孤軍作戰 都是拿著球 想被人不給不到 瑞典就守了OK 那個頭鎚 主要是挪威斬得漂亮 頂得漂亮 不能說 但進攻方面 中前場方面 一定要有改進 否則下半場是未樂觀的 下半場輪到黃三 南庫的瑞典 他們落後一球的 球隊就是 開球 好 接下來的45分鐘的比賽 就會決定哪一隊先出線 打錯四 輸那隊打頭場 贏那隊打決賽 好 瑞典開球 中場的阿蘭志 交給左後衛的基斯安達臣 然後送給中間 似乎看下去 沒甚麼換人 中仔幫幫眼 好嗎 待會有換人 剛剛開球 盧巴夫呢 就是一路沿著左邊推 局比的 這個時候 一比就大力一點 走到氣都吸收了 舒利布加 這個位呢 只有一個角度比 就是那個 但是如果比勢力一點 都有機會駁進禁區 盧巴夫這個比 大力過頭 好 贏中一球的 挪威呢 就是 在後面 慢慢拆動攻勢 交給尼斯夫 好 今天的防線方面 主要就是 挪威方面 受的壓力不大 這個就是 因為瑞典的 攻勢比較弱 但是在中前場開始 進攻方面 挪威今天的發揮 真是好 所以他們的教練 夏里迪 可以跟著現在的 陣容藍圖 重建國家隊 短權真是靚 交過來右路 給蘇聯神 蘇聯神 先拿好球 然後按地球 再交給六號 賀蘭特 然後想再斬 慢了半步 蘇利 就彈彈 右手邊 現在的五號仔 斯坦沙斯利 都挺好球 始終瑞典的 進攻出道不快 你在中場方面 組織得兩下 挪威 起碼六個球員 回來 更加難以這個進攻 上半場的落後 都有原因 不是說兩方面的實力差不多 無話可說 瑞典上半場輸球 現在這個高波 應該不夠四號頂 不夠在漢加蘭 一定的了 逢是高波 站起來 他首選 一定是頂贏的 挖 挖得挺漂亮 比這個10號的阿蘭哲 都多出界 下半場適合開球 如果這場下半場 也被瑞典追回來 打和的話 根據加斯坦杯的賽制 要立即射十二碼定勝負 不要浪費時間 這次的賽事是 頭三場比賽 包括決賽當日的 桂蘭真烈戰 也是這樣 決賽就是 黃金加斯 黃金入球制 好了 看看這個球 這次一片過來 好球 學食夫也以為 踢出界都給隊友 好了 迪莊拿回來 彈回來 又很穩定 給這邊是蘇聯神 蘇聯神沒有 都是給後面的 看回學蘭特 再踢後一點 後一點有尼斯夫 尼斯夫又不轉 連對面不給龍門 他說完蛋 踢這邊給5號仔 史丹沙斯一樣拿到 整個球場真的用光 由右邊踢回左邊 左邊再撿過來中間 幸好這次蘇聯布加 是包到 蘇聯布加在瑞典 後防打得不錯 頭鎚很多時候 他的頂中率是很高的 好了這個球 如果出了角球 看看責任方法說沒事 比賽可以繼續 因為球還未出界 安頓神 慢了 一踢過馬 就被人脫了 這邊是隊長 一比比進來的時候 是廢號一比一比 哎呀 又被這個敵裝拿回 就拉 但是球證說比賽繼續 但是他在人喇叭 當中沒有人罰了 球證終於放過法 選擇吹罰了 就吹罰了 吹罰了 吹罰了 選擇吹出來 罰這個敵科莊 罰這個首號仔 巴拉巴赫 好了這邊 就見到 基斯溫阿神 瑞典是 找一個機會 組織一個攻勢才行 一鬆過來 這個球應該是高到頂了 但是有人犯規 沒錯 就見到很明顯 這個大祖安神是犯規 所以球證是立即吹罰 不過挪威球員要稱讚 他們的回防速度很快 助攻速度又高 就是說 全隊球員都很樂力奔跑 好了這次殺出來了 看看是 雪尼布加 雪尼布加 雪尼布加自己打射 搞定 漂亮 漂亮 這個球 斯基迪斯拿好球 這個25歲 1米89高的守門員 不讓對方的守門員 艾石神尊尾 這個球雪尼布加射得很漂亮 有些凹的成分 這個球不是勁射 雪尼布加偷到 搶出來 留意 他一趟 球曲最下 守門員好厲害 由於雪尼布加這個球射得這麼漂亮 所以算數了 因為我覺得他貪攻 這個球的右手邊 球員的位置更好 但是既然他射得這麼漂亮 也算是OK的 國球開出 瑞典球員 再來一下 頭銃公門 也被敵司機接了 即是說瑞典的下半場 真是在進攻方面 似乎這兩個攻門 好像威力加大了 不過 暫時來說 都未能夠追成平手 看看這個基斯安特辰 怎樣 都可以有時間拿回 再交給阿蘭志 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 瑞典好像 在演出方面 在進攻方面 已經加強了火力 這個球交得差一點 輪到挪威 要考慮他們的防守力 如果瑞典一旦 將進攻方面的比重 加重了 他們的防線方面 會不會像上半場 那麼穩健 或者是那麼穩健 這個高佬 他的下三路波 是未受到考驗的 只是高波 是非常穩健 一初 給他右手邊 右手邊 右手邊有鬼 看不到 慢了拿 被挪威球員拿到 一旦打轉頭 搶回 哎呀 這個球不到的 一份睡得漂亮 你看到橫傳 是給米高利魯辰 送過來左手邊 左手邊這邊 就是盧巴夫 盧巴夫的隔離 中路有位射 再拖那個 沒有平衡之下 射了一個很漂亮的球 剛剛高出 大概一至兩尺左右 射球就是盧巴夫 效力AIK 26歲是中場球員 我們在下半場 打了六分鐘之後 瑞典方面 已經有三次 是非常之致命的 攻門鏡頭出現了 這個球真的沒有 沒有兩尺 絕對是低於兩尺 看到 瑞典下半場 很積極 教練 蘇寶塔 和拉加碧克 可能在半場 給了很多指示 對著自己 大家是輪郭 不要失誤 瑞典在近九次對賽 都沒有輸過 給挪威 所以不要 第十次對賽 保持十不敗的紀錄 所以下半場是很積極 又來了 相反 挪威被人壓著來打 哎呀 這個時候被挪威有機會頂頂先 守門員 史基迪斯達 接著 拼出來 史丹沙斯 一個直線 拼上去 前面 看到巴一巴拿著 但是 前面 現在才看到後面有人來幫 但是慢了 又失了 好了 米高雷旅程 比起來 中間 艾力神 再一個直線 哎 沒用 這個比上來 前面的史高次 還未轉定身 波尼恩子 給高佬 漢加蘭 給蘇利 蘇利 一直轉 我看到 挪威方面 首先會換人 現在只是弟子 和熱身 我看到 挪威有個十八號 的科托夫 應該是他會換的 但是 再看回球場裡面 先 我們將著力 回到球場區裡面 蘇聯神 給回到左手邊的 賀錫夫 然後再搏 左翼桂的位置 斬高波 根本裡面有三個挪威球員 樂點 很漂亮 2比0 又是這個 是 阿維菲奧 就是一頂入網 兩個入球 都是高控波 這樣就要讚 要再次讚 讚 挪威的全中波 第一落點是漂亮 第二 是很夠力的 那個時間很快 也斬到來 很夠力 很容易頂 前鋒很容易頂 2比0 出球就是斯坦沙斯 轉攻 是由右邊轉過去 左手邊 斯坦沙斯 看一看中間 斬的球真的很漂亮 你看看那個位置 如果瑞典球員押不贏 這位的挪威球員 就是九成都會被鑿 應聲破破 事實的確就是這樣 這個球 大家也想說 這個球出來很行 這個球 你中鋒去頂 就說你收緊的頸 一鑿下去 這個球好像一顆子彈 飛出去 這個球很厲害 守門員真的很難救 這個球對挪威很重要 因為之前 下半場開球 瑞典紛紛按住來攻 很有機會追成1比1 但是兩個球進不到之後 就輸回兩個球 變成現在瑞典落後到2比0 相對挪威有兩球優勢 可以就是踢來沒有那麼大壓力了 但是呢 話時說 都要守得住 不要讓對方 要盡快 1比2 都壓力大了 好 看一看米高利路晨是不射的 因為呢 看到這邊呢 再給回去 但是呢 好 但是幸好 扯起來終於被這個 荷蘭特頂出來 再加上呢 是 裝神一腳 中間呢 兩個十秒之一鬥法 終於都是 落回蘇聯神 好了 還給這個廢奧 廢奧呢 剛才的頭鎚衝過來 真的很容易頂 吃著頸力 一聲 真的 這個廢奧 太開心了 但是很厲害 這個球 他踢不到都沒事 都騙到對方 幸好他連他自己 是不騙 騙不到自己 好了 轉了 黎師傅 現在轉過來 在邊線呢 在斯坦沙斯頂不下來 又頂到給隊友 好了 再過這邊 又是斯坦沙斯 出不出得到呢 剛才出個漂亮球 這個球出來沒有剛才那麼漂亮 但是呢 使得這個史頓神呢 把球撞到底線 那個球還沒出的 好球 那就是界外球而已 立即釘進來 加一腳沒有用 後面的史頓神呢 踢到風塞塞了 哎 顧泰伏 史頓神顧泰伏 確球 但是我見到這邊呢 就挪威應該換人了 因為他呢 科托夫呢 站在那裡 這個28歲的球員 這位呢 史頓神呢 剛剛拍到他呢 剛才呢 就騰騰震了 那把球呢 其實很容易清的 但是呢 清不了啊 那現在呢 因為國球啊 那現在呢 他們那邊還在檢查 所以還沒換得住 這邊的蘇聯神呢 已經預備開了 那麼 教練呢 我看到教練呢 下下下你們說 不要換著 不要換著 開了國球才會 蘇聯神的國球上半場呢 開得不錯的 那下半場呢 怎樣了 紅三人呢 就不夠呢 是黃三多 開個短國球 仍然給蘇聯神 有一扯扯過來 中間的球過了籠啊 過了籠啊 那所以呢 看到這個科迪雙城 硬撐了出來 這個時候可以換人了 沒錯啦 現在蘇威呢 贏了兩球球呢 現在換人了 換入一個 18號的球員 這叫18號的 科托夫來的 看換出誰 哦 換出了 11號的巴拉克 巴拉巴克 巴拉巴克呢 被調出 換入呢 是科托夫 咦 阿蘇啊 收起這個巴拉巴克的正路 因為這個呢 是前鋒呢 是好波折人的 他來之前呢 就說有一點點傷 他練球的時候呢 都沒有練足的 但是上半場 踢完之後 都對板了 收起他了啊 現在有兩球球球在手了 應該就 好定了啊 挪威啊 應該是定很多了 好了 又來了 又見到呢 這個呢 就是蘇聯神呢 先把球去後面先 一進來呢 這個科托夫有球踢了 這麼好子來的 科托夫啊 身材就不太高大 看他的表現又如何了 好 正義偉 義偉 好多 這個九號仔呢 科迪裝神呢 就 還有好多位了 龐正一組已經舉棋了 下半場呢 打十二分鐘了 紀錄是二比零 紅三白虎左攻右的挪威呢 兩球球贏黃三的瑞典 瑞典教練 緊張了 現在呢 輸兩球球了 出來呢 換人 可能呢 會換人也未定的 瑞典都 哇 這個球 手球啊 這個球呢 有意無意之間呢 這個 荷蘭特呢 手呢 碰到那個球 因此呢 被瑞典的一個自由球 阿蘇啊 你剛才說換人 我們先看看這個罰球 是怎樣出現的 這個罰球啊 手球來的 你剛才說換人 瑞典方面達馬呢 有反應了 十路的那斯尼路神呢 已經準備入圍了 這個球呢 再斬回軟柱 好了 有機會罵到 米高尼路神罵到 中間有很多高佬 最後都可以呢 是逼得一個角球 那角球會不會換呢 會不會換這個十路的 那斯尼路神呢 哦 換哦 其實呢 進攻方面呢 角球可以換 防守方面 千萬不要 從教練的理念來講呢 是防守角球的時候 千萬不要換人 因為呢 換人呢 動動幾個位呢 可能呢 打亂了原先的那些棋位 抽起了十八號的盧巴夫 是換入了十六號的米高尼路神 好 瑞典的角球 落點不錯 禁區外落 科特夫頂到 不是幾個高 第二下頂不贏了 好 這邊呢 亦都給2號的基斯坡達臣呢 就是一煞 但是那個波原地突回來 嘩 嘩 好厲害 在高空把這個波貼回來 會不會大力了少少呢 不要緊要 三號 這個波應該還未出界的 嘩 出了啦 突地呢 就是過了八戒 兩隊都分別換了一個生力軍 那這位就是 瑞典呢 就是一分鐘之前換入的 那斯利路神 那瑞典呢 其實在 下半場出來 他們打了 是七八分鐘 都有改進的了 不過是最不幸的時候呢 就是這個時候再被 挪威的 這個 夏威廢奧 再頂入一球 那現在呢 出現一個很大的 落後的形勢了 但是如果他們的演出 繼續是改善的話呢 我看都不是很怕的 都應該這場波呢 仍然有 因為現在呢 都是下半場打了 是十四分鐘 還有呢 是超過三十分鐘的 比賽時間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挪威呢 希望呢 在短時間之內呢 入多一球呢 完全將這個瑞典的機會呢 是打沉 相反 瑞典如果讓他盡快追回一球呢 肯定呢 還有機會啊 好了 這個波扯回來 又是左邊 很會躍的斯坦沙斯 這次斯坦沙斯 被人剷掉了 好了 看看這個史高治 上半場呢 看到他們 真是孤掌難民 往往呢 因為他前面不夠呢 時候呢 伏著那個波要拖一萬 一拖一萬呢 人家齊殺人了 好了 這次又落到史高治 史高治在邊 中間沒有人責任他 送出來又如何呢 都是沒用的 那波呢 過不了尼斯夫 尼斯夫一頂出去 就成為一個角球 尼斯夫呢 真是很老素 三十一歲啊 應該去過這個蘇格蘭 和德國呢 是穩食的 經驗豐富的 這個球員 那麼今晚在後面見他呢 也都是 相當之老老中環 歐洲獲得一杯賽事呢 他也都是 這個 球隊的成員之一 這個 開的短角球出來 我撞回給他啊 盧古哲做一個力 再扯過來中間 沒用啊 那麼挪威呢 高佬呢 是翻過來的 你這樣就撞過去了 比如這個 見到你漢加蘭這些球 又頂得漂亮又大力 這樣拼過來中間 又沒用啊 因為為什麼呢 瑞典球員就走出來 你撿回去呢 根本完全呢 自己的隊友都不遺疑 那麼瑞典呢 一定要放回到地下踢 慢慢呢 是做些很漂亮的攻勢 才有機會撕破這個 這個挪威的防線啊 好啊 這邊呢 又是斯坦沙斯 蘇利 阿推剛剛過了半場 被人家 這個球一漏的時候呢 沒用啊 因為呢 見到是這個 賀錫夫呢 想搓那個球的 搓不到啊 搓不到那個球 但是呢 這次呢 你看前面 進攻得三個黃衫上來 那沒用啊 又是尼斯福表演時間 又是他的show time 今次呢 給他在後面 搜尋完史基迪斯達 下半場呢 是救那個球呢 救得漂亮啊 救這個 舒利布加那個四盆漂亮啊 如果那時候 給這個數字 一比一的話呢 挪威真的呢 不是那麼容易打 好了 中間呢 大家放棄一下 頭腿之下 阿維霍是拿著 扯回到後面 史丹沙斯 史丹沙斯 看看呢 哎呀 這次呢 不可以得場了 又是他在後面 漢家蘭扯過來 這邊呢 又是賀蘭達 右邊發板 有人呢 指一指 那賀蘭達呢 一路推下去 一路再推下去 但是呢 史丹治呢 又追不完啊 你要摸不想出來呢 撞到心口沒事了 比賽呢 是繼續的 那大家要留意 這個挪威球員 很快會防 而這個 大組漢神呢 吸定了之下 其實已經慢了 對方球員 翻了 又到了 又給這個漢家蘭 好了 這次呢 就到這個 霍洛夫 人真是矮矮 這個球員呢 1.73 落場當中 最矮是他 現在 給了過來這邊 蘇田辰 蘇田辰 是硬開 守門員不敢出 糟了 這個球 一說守門員不敢出 就造就夏威廢高 是梅開二道 夏威廢高呢 是入到 兩球 即是橙蓉 賽事呢 就是3比0 這個球要重辦 看看先 守門員呢 這個艾石神呢 為什麼不出 是否有一段距離 令到他出不到 這個球 龍門出很難出的 那 這個挪威三個球 都在邊線出球 入球 可以看到呢 大家一定要有一個 共識說 他們的出球的質素 非常之好 這個球 這個球 龍門很難出的 因為那個球 彎出來 而且很急 很低 很厲害 再看看龍門 再看看這個 萬一人看龍門出不出 其實幾難出的 是吧 龍門出的時候 有機會和自己的後防球員 迎頭相撞 幾球球 都是這個七路仔 是蘇聯神出的 蘇聯神出的 蘇聯神真的出得漂亮 幾次球 贏三個球 就是出球的質素 兩個球在左手邊 這邊在右邊 就出了 令到挪威搖領先到3比0 這場球 他們平反馬國的機會 真是好味好味 沒了 沒得打的了 3比0沒得打 越打越精神 挪威這班 我看還會有入球 還未定 哇 這麼厲害 這個就是夏威廢奧 下半場連咀兩顆 科迪莊神上半場 咀一顆 現在就是 紅衣白褲左攻右的 挪威贏到3比0 看看 瑞典這個時候球是怎樣 人場已經排了 可以了 直射 還是怎樣 19號的 屎高拍 在這裡 後面也有一個 在這裡 哇 很厲害 很厲害 厲害就厲害 但是高 這個球射得高了 哇 這個左腳很厲害 很厲害 但是可惜這個球 扯高了 射球 現在是蘇利布加 羅偉慢慢來 高佬都不急 慢慢來 有三球球 拿著一手 沒得輸了 這場幫羅威贏 在這裡慢慢猜 不理你 黎師傅 先給他過來 荷蘭特給他前面 哇 這個蘇聯神兩個人中間 一樣招過 那個球過來 哇 這個蘇聯神很厲害 五球 大家都沒有 都是 全心全意 這次呢 去踢球 你看 高佬多靜 扯回 回頭先 好 衛過左邊 誰知道大力了頭 這個球 瑞典都 都幾難追 落後三球球 0比3 輸了 幾難追 好 隔外球 扯神點 好 先撐球 後面是蹦蹦的 好 哎呀 推跌人 還不吹這個球 很明顯 在後面 高佬就是推人的背部 推跌了人 那麼 球證就出發了 瑞典在中線的附近 得到一個罰球 兩隊的教練都很緊張 走出去的 自分球那邊看著 羅偉教練不用緊張 三球球在手 好 頭槌頂到 追回一顆 哎呀 我以為你追回一顆 那就比較緊湊一點 哇 門前也很失機 這個球射得很頑皮 這個球射得非常頑皮 這個是屎高智 看一看 屎高智射這個球很頑皮 頭腦硬硬 硬過來了 哎呀 真是慘 射得很頑皮 屎高智這個球 應該可以追成1比3 可惜了 蘇寶達整個彈了出來 本來這個瑞典有機會 就是破彈了 竟然間 那個球落在他們的神射手 屎高智腳下 但是呢 竟然屎高智面對著龍門 射得那麼頑皮 完全都不合格 射這個球 也多於某個程度看到 其實瑞典的球員 都開始有點洩氣了 那 相信 挪威呢 能夠進入這個決賽的機會 是相當濃厚的了 下半場打了21分鐘 接近22分鐘 現在開始玩了 開始玩了 但是呢 就 這邊呢 被這個 奧斯隆特截到 這邊呢 這邊呢 是屎高智批多頭錘 沒有用 後面的漢嘉蘭呢 又踢回龍門 那 挪威開始玩了 但是瑞典的球員呢 我也很欣賞他們呢 到現在 雖然是3比0 但是完全沒有一些過火的動作 剛才中場的一個球呢 五球很多時候呢 後防守已經飛鏟了 但是他們都沒有啊 很斯文啊 暫時啊 暫時又踢得很斯文啊 那踢下去就不知道了 被人再玩兩玩呢 就是玩了火就不知道會不會了啊 好了 這邊的黎老神呢 一腳踢過來中間 但是沒有用啊 前面呢 只有一個黃衫 現在頂下來呢 應該都是這個 瑞典球的 沒錯 那見到呢 是大祖漢神呢 撿著他扔他不扔他 後面呢 是見到基斯溫達神來 給了他扔 再給下來 基斯溫達神 已經有3個挪威球員追上來了 那再踢在前面呢 又在這個漢嘉蘭呢 是解到圍了 那其實挪威呢 贏到3比0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球員呢其實技術呢 大家都好啊 大家都不錯的 那唯一這個挪威呢 要讚呢 是球員這個上落啊 走動比較多一些啊 好啦 今次看看是怎樣呢 這次呢 是大祖漢神 是否起腳 又沒有用啊 又肯殺到這個荷蘭騰 頂頂高 有少許戰啊 食蜥啊 好啦 那你又可以不可以呢 再一踢兩踢 再磋 哎 比你差 梳三下都沒有啊 那挪威球員呢 都看著你表演啊 但誰不知你都進不到球啊 又被人呢 搞人出來 好啦 這個蘇聯神 這個呢 傳足王蘇聯神 可以說的話 幾球球入球呢 都是呢 第2第3球呢 他傳出來很漂亮的 好啦 守門員塔嬌 打擊了這個大祖漢神 給過來一個撞場 那大祖漢神又不行啊 黎師傅幾好位置 有一包食了你的位置 那球 那球又偷了出來啦 好啦 滴裝 給過來這邊 好啦 蘇利 蘇利拿了那個球 有人走位啊 看看給不給這個球 還是自己拖下去 拖得多了少少了 那這個其實主要就是 他們正在贏球 我覺得 如果他們呢 是被贏球的時候呢 看到蘇利的球很快放的 現在呢 就不是 自己呢 玩一下先 享受一下先 好球 好球 鏟得漂亮啊 哇 你看到這個 漢加蘭呢 這腳的功夫都不錯 位置好 鏟波的下腳呢 都是很準的啊 但是3號 黎師傅呢 幫他很大的忙啊 當他飆了出去膝位的時候 黎師傅呢 適當填補那個位 這個組合呢 配搭很好啊 可能由於他們贏球 所以零石覺得呢 打得很輕鬆 其實呢 瑞典方面沒有放棄的 在這一刻呢 3比0出現了 他們一路都沒有放棄 那原因為什麼呢 那現在就不是說 初四打頭場 尾場的關係 現在面子的問題 因為大家在國際賽的 水平呢 其實差不多 還有呢 瑞典的排位比 挪位更加高的 那這個時候呢 就輸三球呢 怎麼都過不了自己的關 所以呢 他們一定很搏的 但是搏之餘呢 我們再說一次 他們其實是很斯文 是很有體育精神 好啦 這個球中央突破 喔 剛才說沒有吹罰啊 那這個球有些推人的 其實在後面攔截的時候呢 是有些呢 向前整個身去散 撞開對手的 那這樣的嫌疑 過頭球落點都幾準確 一頂頂回頭 前線得三個挪位球員 但過來右手邊這邊呢 七路的蘇聯神呢 就 去一下不去一下 那給回龍門呢 就是這個艾瑞神了 那艾瑞神呢 今天慘啦 幾球球呢 都沒有得救那麽製的 因為呢 對方的落點實在太靚 他出現不出之間呢 那麼前 第一個球都有都 有得賴他呢 是不去遠處拿球 但是第二第三球呢 沒有了 沒有辦法了 落點那麽漂亮 死減的龍門 死減的龍門 好像呢 是戰把那樣被人射 那樣 結果呢 他就失手三次 今場的比賽裏面 那可能還有呢 因為那比賽呢 還有呢 是二十 大概二十分鐘左右 那艾瑞神 我都猜不到啊 那艾瑞神 那麽面對著 新城軍的挪威呢 竟然間兩邊 側擊出波呢 是這麽強啊 那麽 那麽現場的觀眾呢 是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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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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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球賽事 挪威的進攻都是放緩了一點 好了 你們看看這個史高治 可不可以將攻速職 剛才那個球真的射得肉酸 這次就被漢加藍牙一拍又沒事 球證方後發又試 變得繼續 我相信方後發 因為為甚麼 方後發比較近 他走得很近 因為他走的位置走得很好 很多時候的球是他很近做一個判斷的 好了 現在這邊又看看這個賀蘭達 回到後面 哎呀 這個球是頑皮了 你看到這個蘇利是差一點的 中間又被蘇聯神拿回 蘇聯神真是好球 第一球 第三球 他在B站出的球 就出很厲害 那個球很夠勁 那這球不勁 頂的球員比較難頂 打橫出 球員一撞起來 就真是一顆子彈飛起來 守門員很難救 所以這個艾錫臣根本兩GK球球 他都很難可以反人份上 除非那個球員頂中他 或者省中他 今天這場球 反正好做 因為兩隊都沒什麼好靈精怪的東西 就是四平八穩 大文大老 今天做球證很好做 中央一彈彈去 這個球也給不到 接著見到這個 18號的科特夫已經拿不到 瑞典都被局的 看他都是不想放手的 不過都是有心無力 現在 科特夫 還好 四比零 不行 這個球要讚 要讚的是瑞典 奧斯隆特 他在老遠的右後圍的位置 包入中間就是這位 這個球員鬥志很好 很難打 如果不是 他在右後圍的位置 就是縮進去中間 是威脅了準備射門白鵝的賀錫夫的話 隨時會四比零 真的都不頂 他在後面是出腳 是殺下去的 這樣閘下去 殺下去 這個球員不知道誰碰到 其實我們都看不到 科特夫一旦彈回後 給了蘇利 然後轉去左後圍那邊 今天真的除了 這個球也看到路了 今天挪威的確在演出方面 和紀錄方面 是贏了瑞典的 這個絕對是一個 很不可以爭辯的事實 在大約35下的位置 瑞典有一個是罰球了 剛才我看到球員起腳射 他的腳都很重 因此 這個罰球會直接 威脅挪威的龍門 是斯基迪斯達的 這個時候挪威換人 看到他們有個22號球員 史達善站在那裡 但又不換著 看到教練說不要換著 就先打開罰球 因為這個也是防守 挪威現在被攻 所以在這個時候不換是正確的 不要打亂位置 好 看到這球射起來也不錯 哎呀 真是不夠術 史高治 這球是拿回分 剛才射的球就不行 這球就拿回分 很漂亮 這球一扯過來 大家看他慢鏡 這球一扯下來 那球是落回來的 哎呀 但是可惜 那球是落遲了一點 落快一點就行了 羅威立即換了 因為剛才在自己防守的時候 就不換了 現在換了 把夏威廢奧調走 史達善換出來 給老將休息一下 33歲夏威廢奧 未調離場 留在初四打決賽 史達善22歲 也是21歲以下的代表隊 有兩次上陣的記錄 夏威廢奧離場之前 因為他隊長的關係 所以他就不肯問教練 問問一下你們究竟誰做隊長呢 於是9號的科迪莊臣 是頂合第一球的球員 就是現在做了羅威隊長 廢奧離場的時候 也是很清楚地交代了 但是他也很有 這個球員應有 做到應有的行為 守則 他先問教練 究竟給誰做隊長呢 然後才交給他 有些流力了 我們見到就是 夏威廢奧絕對是 是挪威的主力 這個時候贏三球 他們開始要想起初四的比賽 進攻方面 挪威真是今天 無話可說了 真是好過瑞典 這個撞場又漂亮 壓落底線 出不出另一回事 但是他們可以去到 是比較近邊皮的位置 準備出球 出球也很漂亮 這個球很難出 出到 解惟出回來 真是好爺 香港的觀眾 今天看到高質素的底線傳中 很少位能夠出球 去到遠處 而且很厲害 如果沒有人看 更加不得了 今天挪威之所以能夠贏球 主要在底線的出球質素方面 也做得很好 一個對兩個 閃身過賣 但是三號的黎師傅 無論如何都不肯過他 刪了出界 下半場換入力的 娜斯利努神 看情況 他將會在最前面 利用他的速度 或者他的體力 所以在這個劣勢之下 負起這個破彈的重要責任 瑞典的角頭怎麼做呢 四個五個在禁錄裡面 頂到 八號的奧斯隆特頂到 但是頂得出界 烏地腰頂到 沒辦法 被迫著 不停頂到 看來 挪威就會打入決賽 決賽對港聯 希望決賽對港聯 又好看 這個球球放得很漂亮 可惜頂不到 輸了三球球 現在黃三的瑞典 零比三落後 但是鬥志依然是沒有鬆懈的 給回後 去不到 給回後 基斯安達臣 再給回來 又撐回來 基斯安達臣 找人給了 遠一點 哎呀 不到後不到肺 不要緊 還有 守門如果 哎呀 好厲害 這個守門如果 真是好厲害 我好留意 這個 挪威的守門如果 他除了那些球 就是不用得 手摺 對手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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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看到他摺到球 未曾試過 就這樣亂放一腳高球上去 用手扔回自己的後衛 好厲害 你如果 一腳高球放過去 你的前鋒未必拿到 但用手扔回自己的後衛 再重新組織攻勢 一定的球控球在自己的 那一隊的腳下 真的好 很有經驗 這個守門如果 哎呀 這個球被掉了 好 看看怎樣了 19號的屎高治 又被高佬 撐掉了 收腳 高佬都很斯文 好 好了 弄一顆 又被挪威的手伴員 史基迪斯達出來 早就沒收了這個球 還有入球 不知道 還有排打 現在打到34分鐘 下半場 雖然挪威 3比0 搖搖領先 看看會不會再增加幾多 或是瑞典破彈 現在情況最有特色的地方 就是 雖然比數是一面倒 但那個節奏是沒有慢 大家會發覺 其實瑞典和挪威的攻勢速度 還是保持 甚至比之前更加快 挪威呢 準備再換兩個後面的球員 等待著來著的死球 好 瑞典看看能不能打到彈 這邊就拿到 不過拿得來呢 我們數一下 禁區裏面有五個挪威球員 都叫過了 斬遠處 但過了龍 過了秒 沒用 挪威球員似乎都不是很滿足於三球領先的優勢 還是有機會去攻的 這個就是史基迪斯達 就是阿蘇說 每一次拿到球 是絕對不會輕易踢上去的龍門 現在在後面多猜兩腳先 給到前面了 拿到離腳 不過都繼續去逼 第一時間彈回後 在右邊中路有人插入 龍門出了離一鬥 有機會壓過就怎樣壓過 但是好東西 真是好球 李師傅 這個球其實他之前已經失去了 大半個身位 但是他能夠再割回位 然後浪費一個角球 路數非常之好 這個球員 先打開這個角球 去遠處 3號的安德臣 先打到後面 拼一腳給阿蘭智 斬入中間 高魯薩 出來 然後基斯柯達辰 再頂上去 史達咸交過左邊 霍托夫 彈得兩腳很快 這邊右邊有人空了 交給蘇聯神 沒錯 但是中間有沒有人 拆進去 準備接應高波 想扣回頭 扣到又行 彈之下出了街 這個時候就應該換了 沒錯 不是 不是 那邊為什麼 因為 太快開了 不是 因為他還未弄清楚 換人手續 那邊站著等 好了 先看看現場 射過來沒用 射球就是蘇利 這個球的守門員 是艾石臣接著 因為挪威剛才想換兩個 原來兩個球員都還未全面準備好 我們看看剛才蘇利的球 射過來 一堆看到沒有人抹 沒有人抹 但射過來 就滴一滴 艾石臣都很輕易接到 展遠回看 球阱裡面 原來這個堂位 又拿回控球拳了 由這個賀蘭特 在右邊慢慢來 旁邊的蘇聯神看來他不會比 自己推上去 避過了 但是依然被人追著 撞出來 福洛夫給過來這邊 但是可惜了 今次賀石夫是撞失了 因為瑞典很密 好了 現在給前面 這個是史高治 再扯過來 看看這個拿斯尼路神如何 單對單 面對高佬 都起了腳 算是這樣的 其實漢加蘭 都不是要逼他 只是看著他 撞出他 射出界 好了 這個時候換得了 算了 這個拿斯尼路神仰下手 知道你盡力了 射到算是這樣的 你看 當時漢加蘭 都是逼著他 漢加蘭 又給他下去 底線那邊 給他到中間 直路防守拳 逼他的 這邊換人 賀石夫 在秘烈尼場 首先由十個加斯 入帝 加斯在這個 挪威 是越早球員的效力 越早球隊 這個就是加斯 22歲 出來 都是讓他打中場 另外還有20號 就是卡亞 卡亞這位 客人球員 卡亞入了出來 這個球員已經入選 挪威的大腳 在歐洲國外圍賽 是有兩場賽事 對羅馬尼亞 和波斯尼亞的賽事當中 是以後備身份 是踢過的 好了 這時候 挪威換了幾個球員 但是 對賽果 仍是領先3比0 應該就是 入這個決賽 沒問題 大家看到 玄閣幕上的大鐘 還有6分鐘 最後6分鐘 挪威問題 就是 他是以3比0 這個戰果原場 還是可以入多一球 又或者 被瑞典追回 一球 打破鋼彈 看看他給不給面 但問題 這個時候 這個瑞典的前線 力量都沒有什麼改變 對於挪威的後防 都沒有做到 任何重大的威脅 好了 看看這個球 史高治怎麼樣 最佳的過打機會 剛才 他可惜面對龍門 竟然射失 這球球 想說自己 發威扭進去 又不行 又被人選到位 史高治 身材 打中鋒來講 歐洲真的算是 1米78 他不是衝撞型的中鋒 是有技術一點 問題是 他不是衝撞型 今天瑞典 又缺為衝撞型的中鋒 因此前面 進攻比較單調 好了 角球開出來 看看怎樣 很高落手門 這些球 但是中間 大家撐不到 撐不到 現在過來這邊 又是 拿斯利魯神 推下去 出倒 這個球 沒用 因為這個球 被人壓住 壓住 硬出 終於出了界 看這個拿斯利魯神出球 都知道他沒有經驗了 這些球 人家的經驗 整個已經飛了出去 還單隻腳 準備出球 效果一定不行 這些球員 年輕 慢慢浸 沒辦法 現在落後 三球 初四 所以踏入深水 打頭場 希望對港聯 港聯有機會打決賽 這個情況 未必 因為 紅刀拉斯 雖然去年打得好 但是 很遲離 冷 今天是冷 紅刀拉斯 乖不乖 而且他們比較遲離 適應方面 也是 蝕了些 OK 繼續看這場 剩下幾分鐘的比賽 焦點 瑞典可不可以破彈 初四 一定是踢頭場 好 這邊兩個球員 看見漢嘉蘭上來 都害怕 因為這個高佬 勢又贏了 身材又高大 實在收報 瑞典球員實在收報 頂了出界 倒進來 後防有四個球員 任他怎麼猜 不過對戰局來說 於是無補 輸了三球 比你後面猜的 只有自己 浪費自己的時間 41分幾鐘 我看來 都很可能 這個紀錄完場 都未定 看看問題 紅刀拉斯 一會兒的場 和港聯打成怎樣 看看 看看港聯去哪 蘇聯神又來了 哇 好球 好球 挺好速度 你看他帶著球 又支腳 又快 變速又快 哎呀 又搶在右路 出球製造機會 做多一顆 不行了 被人刪除界了 那 不為二十 有三球球賽 算數了 蘇聯神 又踩回後 踩回後 給賀蘭特 賀蘭特 這個後備球員的 芳特夫 遮過來了 哎呀 塞了 兩個 好 看看黃三的錘鏡 反過又怎樣 過了 哎 立回去 沒有餘為呀 高勞 真是很好 高勞 這個漢嘉蘭真是好 明知你立回頭 然後才偷來的球 這個合役羽然進來不久了 又給高佬 這個高佬的漢嘉蘭 雖然看他高高瘦瘦 但頭罪當然都贏了 但他說功夫亦不俗 他說功夫不俗 一閃閃到 出界了 瑞京加外球 距離現場大概 還有幾分鐘 保時補兩分鐘 沒有球員受傷 也沒有暫停比賽 補兩分 加上這兩分 就有四分鐘打 很可能是這個紀律修罪 高佬撞人 這下黃宇高佬 直腳在底下捕不到球的手撞人 球證出發 阿叔,這場球 大家有沒有留意現場 是沒有出現過黃牌的 麥斯文 對 大家都說 打到就來完場了 沒有黃牌 一場國際賽 有錦標性質的國際賽 是沒有黃牌的 很少見 最難得就是 瑞典落後三球 他都沒有起火 那些球員 從來沒有一個動作 那些球員 就說五球也好 六四球也好 沒有陰謀的 亂托上去 即是蓄以傷害對手 這些沒有 那應該可以賺 那其實呢 整場國際賽最關鍵 就是下半場開波段 瑞典不可以追回1比1 他追到1比1的形勢 可能不同的了 那現在當然 已經是 兩個世界了 史達咸 陳述出來中間 那現在卡亞 離回後面 荷蘭特 那現在呢 這個挪威呢 不為以慎的了 不需要怎樣 再進攻了 是拿好的成績 再入球 那相反 瑞典看看能不能有把機會 是破彈了 好啦 大祖安城來了 看看怎樣 哎呀 還未不過這個卡亞 卡亞在這裡呢 都是一錄 李人馬這樣做弄作 他站在這裡呢 是一錄就錄走你的球了 好啦 這邊呢 又有 又有這個蘇聯神 蘇聯神又不去了 正啊 現在根本呢 對於蘭威來講呢 不需要攻的了 入三球四球 對他們的意不大 因為決賽值為拿緊的了 現在唯有呢 就是 空球在腳 猜到呢 夠足夠了 那下半場補這兩分鐘時呢 主要都是補這個換人的時間而已 那問題我看法 這樣打下去呢 瑞典呢 破彈機會都不大 好啦 側到下來 看看怎樣呢 這個本來是加斯 一扣扣著 在錄球裡面 李老神呢 是踢走了那個波 再由呢 另一個防守拳 奧斯龍帶出來 給到這個 史高治 史高治 今天的表現呢 其實就是 比較失望 可以這麼說 在前面 自己靠自己呢 一個人去的 好啦 這邊說 撐一撐都不怕 這個是 科洛夫幾硬正 馬步夠穩 集得穩 這邊呢 現在是尼斯夫 給到旁邊的 漢加蘭 這個一高 一個特高 特高的組合 在中間的中路呢 防守得不錯 今天我們都在擋 這個防線呢 就幾穩陣 給人呢 幾有信心 當然啦 今天瑞典前面 多夠力也都是 令到他們容易踢的原因 好啦 看看這個拿斯利路神 避過了這個漢尼斯夫 然後呢 尼斯夫再追回來啦 尼斯夫撐好球 你被他射掉了五下 他擋住了兩位 一路逼你 在底線那邊 現在都是界外球 界外球 不過呢 今場的賽事呢 只有一分鐘的比賽時間 這個已經計算是 沒有兩分鐘的受傷時間 加士發杯第一場的比賽呢 羅威會爾 拿到決勝拳了 那麼 斬入中路 尼斯夫頂倒 好 而外圍呢 將在禁區 大家都爭的了 那麼 有人受傷了 瑞典呢 有個 六個球員 舒利布加 受傷的 背部呢 撞一撞的 都幾拼命下 一個 幾是無關重要的 自己蹲落地下的 他自己蹲落地下的 他自己蹲落地的時候 這個球 亦都不關對方 這個挪威的 後防球員的事 大球場方面的草地呢 就 是受到 是挪威和 瑞典方面的領隊 和 那個教練的讚賞 說 場子很漂亮 的確是 現在有幾可敵大球場 哪敢來敵 全部都去旺角 但我們想回幾年前呢 當比賽也比較少的時候 球場的基層呢 有很多沙 成分崛起 現在呢 不同了 令到呢 來到比賽的球隊呢 都可以呢 在這球場方面呢 盡情發揮 啊 挪威就是演出 很理想 3比0 贏了瑞典 是拿到 加士巴杯初四的決賽拳 那 至於呢 這輸球的瑞典 是對 紅刀拉斯 或者港聯呢 就要第二場比賽 才可以 得到這個答案 我們看看廣告先 這場球 挪威贏3比0 是絕對合理的 這班球呢 很平均的 手又上得穩 又有辦法 爭取倒入球 這隊球呢 就不得了 那麼 輸了的這個 瑞典呢 亦都無話可說的了 拼到盡的了 都算呢 合演了一場 非常之悅目的足球呢 給大家看 應該滿意了 哈哈 基本上呢 我們應該從這個統計數字 和大家進一步分析一下 基本上呢 看到了 全場來說呢 射門大家的次數相約 但是瑞典命中呢 十二射四中 但是呢 挪威有十三射七中 但是呢 值得留意呢 就是大家呢 那個犯規數字呢 不算太多 十次鬆一點 而越位方面呢 這個 挪威呢 僅僅是有一次 而瑞典呢 都是兩次 而 三比力的戰果呢 相信大家都覺得呢 挪威呢 是技高一籌 是擊敗對手的 所以呢 我們可以在二天的時間 和大家看看 全場的精華片段 可以看到呢 是有三個入球 看到呢 這個呢 就是在上半場的開球 上了挪威的一致的進攻 那挪威在有第一個入球之後呢 之前呢 他們都是嘗試幾致的攻門 包括有呢 巴拉巴剛剛教主前的射門 我們這次瑞典的射門 又被呢 是對方的射門員呢 救出來 那麼大家呢 都 有機會呢 射門 那麼 這次呢 瑞典的攻勢是一個後拳 看得怎麼樣 也射得很漂亮的 但是呢 這個挪威的射門員 這次呢 都救得呢 相當之好啊 好啦 這次呢 洪三的 挪威的一次呢 頭拳攻勢呢 可惜呢 是撞攻了 這個球 高球的呢 這個呢 就是火力裝塵 不緊要 看看呢 現在呢 現在未開紀錄的 看看呢 是瑞典的進攻 又打過來 飛到盡頭 才一撞呢 怎麼知道呢 又被對方呢 是逛了出底線的這個球 好啦 這次洪三的 挪威的一次攻勢 看看是怎樣 一斬了 這個球手錘打出 還有搞定的 哎呀 又散了人 這個是射球的呢 四號球員呢 就是 這個八號 救回來的 瑞典的這個 八號球員呢 奧斯隆特呢 用身子擋出來的 看看吧 剛剛奧斯隆特呢 飛到盡頭 用身子擋出來 好啦 這次呢 拿過兩個 什麼射 哎呀 輕輕碰到一點 仍然呢 就是 中柱呢 是彈出 非常可惜的 這個球 射球的呢 就是 挪威的球員 夏威廢奧 看看 利高雲膽大喔 那兩個了 碰到一點點的 審完碰到一點點了 中柱呢 看看這個角球怎樣 一斬過去 撐出來 還沒出界喔 蘇聯遜呢 心口呢 是落定的球 斬過去 輸得啦 這個球 沒錯 這個呢 就是 我們 莊神呢 就是頂逸 首先呢 就看看這個 挪威呢 是領先1比0的 再看看 蘇聯遜拿回這個球 斬過去 哇 莊神呢 投球一撞 這個球呢 就是逐一日望1比0 現在 挪威呢 是頂先落定的 真漂亮啊 心口浪這個球 真的浪得好漂亮 第二腳斬過去 投球一撞 1比0 挪威呢 在這個時候呢 領先了 那又看看呢 這個入球的慢鏡 大家很清楚 在上半場 現場前的一撒那 是頂入的這個球 好了 看看瑞典的攻勢又怎樣 好東西啊 高速度啊 現在下半場的精華來的 高速度呢 直放 放了禁區 跟著射 但是又逃不過呢 這個 這個挪威的守門 呢 史基迪奧特 史基迪斯達 看看 很夠膽啊 一個人呢 沒有了 沒有了 那個球入禁區呢 然後起了左腳 勁抽的 這次看點 現在黃三的瑞典 落後 0比1 這個球 這個球 打橫 拉過來中間 然後右腳呢 勁射 射球的呢 就是這個18號的 盧巴夫 好了 挪威又來了 在左邊 出個漂亮的球 哎 好厲害啊 出個漂亮的球 果然呢 由這個 夏維肺奧呢 迎接頭錘呢 是作入 近門頭錘作入 沒有了 這個球 2比0了 這個呢 是挪威贏的兩頭球 來看看 出個球 出得漂亮 10號球員 H肺奧 最緊要呢 你出個球出得漂亮 出得漂亮了 肺奧 哇 在後處呢 就 伸場頸呢 就把球撞起來 又贏到2比0 那挪威又來了 這個蘇聯信 又露打交陣 又出了個漂亮的球 過來 又是這個肺奧 哇 兩顆了 後來肺奧呢 一頭一腳呢 是 回開二度 那麼 看這個挪威呢 贏到3比0 那功臣呢 這個7號的 蘇聯信 真的出個球的樂點 很漂亮 你看看 孔順啊 出個球的樂點多漂亮 一個過了 跟著呢 出個球的樂點 很漂亮啊 肺奧呢 剛剛標前呢 遠處之前呢 撞射入網 贏到3比0了 這個球應該可以破彈的了 哎 真是慘啊 這個射手 竟然間撻得這麼離譜 彈都破不了啊 這個是屎高智來的 還有一次機會的 還有一次機會呢 還有一次機會呢 可以射到4比0的 可惜起腳慢一慢 給對方呢 從後來就慘了 當然無所謂啦 贏三球和贏四球都是差不多的了 輝球 又高一點點 好 基本上呢 就優勝率敗啦 但是大哥瑜啊 你覺得呢 這支球隊值得欣賞的是什麼地方呢 最重要的 他的進攻方面呢 就是很簡單直接 同時呢 球員呢 也是衝中大誘 進攻方面 你不要看他的操之大業 高空波 其實呢 他們在三角隊員吹轉的時候呢 是非常之純熟 那麼我們看回以往這兩支球隊呢 對碰的時候 都是呢 瑞典贏球多啊 但是今天呢 瑞典真的輸得呢 也都很貼服啊 無話可說 第十場啦 近十場呢 廣言輸球 不過當然啦 我們也都這樣看 因為呢 他們來到呢 都不是說 國家隊的全隊陣容啦 當然啦 加上呢 這個挪威 因為他五個呢 是樂申寶 他們當地甲組的冠軍 他的合作呢 是比較好一點的 不過我就要欣賞 這個挪威球員 一個上落的速度很快 很多時候呢 見到是有足夠的人呢 是上或是落的 阿叔啊 踢足球 你控制那個節奏呢 很緊要的 這對球呢 我欣賞他的好處呢 他應快就快 應慢就慢 把足球的節奏呢 控制得好好的 不要引自己這對球 很平均啊 老實說 不知一陣間那兩隊 又打成怎樣呢 如無意外呢 我相信呢 我相信呢 就是他應該今年 這個挪威呢 有機會拿賀瑞波的冠軍 那今年呢 就是這個挪威呢 來緊的主要任務呢 就是這個世界盃外圍賽 那這個球隊 都正於處於這個重建之中 因為夏里迪呢 也都在建立這支球隊 那我相信世界盃外圍賽呢 意大利那一組呢 他其實最大勁敵就是意大利 其次就是蘇格蘭 那其他的白俄羅斯啊 斯洛曼尼亞 還有摩爾多瓦呢 應該就不是挪威的手腳 那基本上我們看到今天呢 是挪威的演出呢 其實對他在九六年世界盃 那個外圍賽呢 其實都會有信心的 那還有 但不要忘記 他還有好像懷斯啊 這些高質素球員 那當然還有很多 都還沒回來 很多人還沒回來 那講到了 今天呢 就打完這個初賽 稍後還有一場的賽事 那其實呢 這個決賽呢 就在這個初四進行 那其實呢 我們初五晚呢 為大家安排了呢 是有這個節目的精華片段 那將會看回呢 是這個 初四的兩場賽事 包括了這個 貴軍爭旅戰 和冠軍爭旅戰 那那個播映時間呢 正好呢 就是英超 我們通常的 你做英超的節目 剛剛英超 暫停了一個星期 那就是說 在這個 星期一晚的 五夜新聞之後呢 我們就將會 有這個節目看的 那我們其實都 講真 都希望這個 有這個港聯能夠進行決賽的 沒錯 因為呢 英超的一足中部的緣故呢 剛剛這個 禮拜一 就是沒有這個賽事的 那所以呢 就利用這個時段呢 我們就重溫呢 是何歲波 兩場比賽 甚至要決賽的情況 希望到時呢 是觀眾留意我們節目呢 大家一起欣賞 如何產生這個冠軍 好啊 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和大家說再見了 拜拜 拜拜